日本團隊就推算 目前全球患者可能有一半的人 都是被隱形患者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發威 看不見的隱形患者成為防疫最大敵人 研究指出病毒在潛伏期就具傳染力 而且散播強度會越來越大 令專家更擔心的是 出其症狀類似一般的感冒 根本無從提防 以日本為例 四號新增三起確診 全是副檢才呈現陽性 德國首起確診也毫無病徵 北海道大學研究團隊更認為 全球患者每兩人就有一人 是被潛伏期無症狀患者所傳染 戴口罩到底有多重要 日本節目做實驗 找來男子扮演患者口含特殊的液體 兩人距離僅僅60公分 10分鐘咳10次 即便用手摸住了口鼻 還是得到驚人結果 仔細看桌上噴的滿滿都是 就連手上的杯子和遙控器都有 若這真的是新型冠狀病毒 後果不堪設想 但口罩不是保命符 是為提醒雙廁所要蓋上馬桶蓋 再沖水 因為就有武漢肺炎患者 糞便被驗出病毒 還要搭配勤洗手減少接觸 才能防止病毒上升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